我是马天宇 所有的工作人员 粉丝啊 我看所有人对我的评价 都是不争不吵不闹的 别的有什么呀 我常听到的 觉得哎呀 马天宇挺好看的 怎么样 我又常听到的 怎么说 因为别人不太了解我 我从来没有想得到 任何人的认可 但凡能听到 从别人口里面 马天宇好看 性格好 但我觉得我真实的一面 其实谁都不知道 包括我自己 我可能我就觉得 我没有百分之百了解 我自己 到底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觉得 别人对我贴什么样的标签 我没办法去控制别人 别人说我是流量也好 说我是偶像也好 说我是什么偶像小声也好 我觉得 我觉得都还好吧 对我来说 最大的魅力啊 我个人觉得 我性格比较好 长得好看 就是我从别人的听来 跟我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是电影学员毕业的 所以我刚一开始 所有人 我这可能跟我自己的 就是顺序有关系 可能我的 我那一段时间 我的顺序有点反了 我是本来是要考的 演电影学院的 但是因为我胆子小 所以我参加了比赛 要去锻炼我自己 在我比赛这一段的过程当中 我考试 然后考上了电影学院 然后我在电影学院上学的 这一段时间呢 在上学也没事干 然后刚好有那么一首歌 找到了我 然后我就唱了歌 然后就歌就 演员没活 然后歌活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 所有人对我的了解 都觉得我是歌手 但其实我不是歌手 我是演员 我不知道是好是坏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一看 马亭宇 马亭宇不是唱该死的 那不是一个四十岁大爷吗 就觉得那种的 我有这样的质疑存在 但我没办法 我出道太早了 但我觉得既然是经历了 我觉得这就是我一段经历吧 好坏 我觉得让他自己 大家去衡量吧 欣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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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不对我的 你咱们对妈的 咱们就是被你害死的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期 我就去参加这样一部电影 我觉得我非常的荣幸 然后当时黄建兴导演 找到我的时候 我刚好是从外面回来 所以时间好像刚好 所以就接了 我没拍过这样的角色 所以我也想去尝试 所以就一个战地记者 因为只是那么一两场戏 对我其实发挥空间没有多大 但是我觉得 我会尽量去诠释这个角色 所以我是在 渡江战役当中 然后去拍摄一个 去记录所有的 那个战争的一个过程 刚好拍到一个 然后那是我跟他第一次见面 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的 我们当时拍的时候 其实我导演剧给了我一张剧 大概告诉我了 来龙去脉是什么样子 我这场戏 我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建军大业》 我也也是个主旋旅的电影 然后这一部《绝胜时刻》也是 所以上一次拍摄起来比较紧张 然后这一次可能会更放松一些了 心态也是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我很幸运 然后去当了演员 然后我去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去经历别人的人生 我要用三个月四个月的时间 去演绎别人的一生 举一反三吧 我觉得就是说 我去多演一些角色 然后甚至能给我的人生 或给我的人生经历 提供了很多经历 我从来没有过想去突破什么 因为我觉得拍戏的时候 我想尝试 毕竟是演员 我想去尝试更多种的可能性 然后更多种的角色 我没有说要急于转型什么之类的 我也没有想过我要怎样 我觉得我就想好好的 他那是去拍一部戏 拍个角色 拍个戏 演个角色 我没有想过要干别的 演员是一个特别脆弱的职业 也特别高危的一个职业 演员要承受各方的压力 各方的争议吧 因为我们每次其实接到这样的角色的时候 大家其实每个人都很谨慎 去拍这样的角色 拍这样的戏 通过电影 让大家来经历这段时间 然后经历这段历史 让大家记住 然后也更了解这段历史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绝生神》